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朗讀的文章是 《俗世奇人 小尊王武》 作者 馮濟才 保定府的李大人 調到天津當知縣 李大人周圍的人勸他別去 都說天津地面上的貨貨太厲害 各個腦袋別在枯腰帶上 天不怕地不怕 那時官場都出來天津做官 可是人家李大人是李中堂的遠方侄子 自視甚高 根本沒把土棍地皮當回事 他帶來的滕大班頭 又是出名的惡汉 誰敢不服 李大人笑道 我是強龍不怕地頭蛇 李大人來到天津位 屁股往縣衙門大堂上一坐 不等混混來鬧事 就主動出擊 叫滕大班頭 找幾個本地出名厲害的混混 振服一下 來個下馬威 頭一個目標是小尊王武 王武在西城內白鴨一帶賣鐵器 長得白白淨淨 好穿白衣 臉上戴笑 卻是一個惡人 不知他功夫如何 都知他死活不怕 心很沒底 在天津鬧過幾件事 動靜很大 漸漸都叫人心驚膽戰 故此 混混們送給他一個綽號 叫做小尊 他手下的小混混 起碼有四五十個 個個能為他擔當死千 拿出命來 拔煙東邊是鎮暑 再往東 過了古樓北大街 就是縣衙門 李大人 當然要先把身邊這根釘子拔了 這天一早 幾個小混混 給王武端來豆腐腦 油炸果子 和剛烙出的熱騰騰的大餅 大夥在院子里吃早點時 一個小混混說 這幾天縣大人叫全城的混混 全要去縣衙門登記 打過架的更要登記 不登記就抓 王武說 甭李大 沒人敢來叫咱們登記 小混混說 縣衙門的一位騰大班 都管這事 這人是李大人的左膀右臂 人胸手狠 已經有幾個混混落在他手里了 王武說 這王八蛋住在哪 混混說很近 就在艙門口那一條橫街上 王武說 走 你們帶路 說完 從身邊鐵器中 哗啦 拿起一把菜刀 氣勢洶洶奪門而出 混混一幫前呼後拥跟著他 到了騰大班頭家 就匡匡砸門 騰大班頭也在吃早點 叼著半根果子 開門出來 見是王武邊問 你干嘛 王武仰起菜刀 刀刃不是對著騰大班頭 而是對著自己 罵話沒說 咔嚓一聲 對著自己的腦門 砍一條大口子 鮮血冒出來 然後 對騰大班頭說 你拿刀砍了我 咱倆去見關 騰大班頭一愣 跟著就明白了 這是混混找他比顎來的 按照這里混混的規矩 如果這時候騰大班頭說 誰砍你了 那就是怕了 認栽 那哪行 騰大班頭 臉上的肉一橫說 你說的對 大爺高興砍你 見關就見關 小尊王武瞅他一眼 心想 這班頭夠餓 兩人去到县衙 李大人升堂問案 小尊王武跪下來 搶先把話說了 小人姓王明武 城里賣香肝的 您這班頭天天吃我香肝不給錢 今早 我去他家要錢 他二話沒說 從屋里拿出菜刀給了我一下 凶器在這 我搶過來的 傷在這 還滴大著血呢 驚天大老爺 您得給小民做主 李大人心想 我這正在抓打架鬧事的 你縣里的班頭卻去惹事 他問騰大班頭 這是當真 如果這時騰大班頭說 我沒砍他 是他自己砍的自己 也還是說明自己怕事 還是算災 只見騰大班頭 臉又一橫說 這小子話沒錯 我是吃他的香肝了 平馬給他錢 今天早上他居然上門 找我要錢 我給他一刀 小尊王武又瞅他一眼 心想 這班頭還真夠餓的 你怎麼知法犯法 李大人大怒 左手指著騰大班頭 右手一拍京堂木 叫道 來人 掌手五十 牙醫們一擁而上 把掌手架抬了上來 拉過騰大班頭的手 把他的大拇指 往架子上的一個窟窿 眼裡一插 再一掰 手掌挺起來 抖起掌木板子就打 啪啪啪 十下過去 眼看著手掌 腫起兩寸厚 啪啪啪啪 再打十五下 前後加起來二十五 離著五十才一半 騰大班頭便挺不住了 硬邦邦的肩膀子 再給抽去了筋 搭了下來 小尊王武在旁邊見了 嘴角一條 黑的一笑 抬手說 今天大老爺 先別打了 剛才我說的不是真的 是我跟騰大班頭鬧著玩呢 我不是賣香肝的 是賣鐵器的 他沒吃我香肝 也沒欠我債 這傷不是他砍的 是我自己砍的 這刀也不是他家的 是我鐵匠鋪里的 您看倒是還刻著王继兩個字呢 李大人給鬧糊塗了 不明白這到底是罵事 他叫牙翼驗過刀 果然上面有王继二字 再問騰大班頭 騰大班頭就不好說了 如果騰大班頭說 小尊王武說的不對 自己還得接著 挨那剩下的二十五下 如果他點頭說對 那就認栽了 可是他手是肉掌的 掌心的肉已經打飛了 再多打一下也受不住 只好搭了腦袋 認頭王武的話不假 這一來李大人就難辦了 王武說他是自己砍自己 那麼 給誰定罪 如果救死作罷 縣里邊上上下下 一啞門人 不是都叫這小子耍了 騰大班頭 還白白挨了二十五板子呢 如果認可王武說的是真的 不就等於承認他自己是蠢蛋 叫一個混混戲弄了 他心里邊冒火 腦袋里沒法子 正是騎虎難下時 王武出來給他解了個套 只見王武呼說 驚天大老爺 王武不知深淺 只顧取樂 吳鬧 亂鬧 竟鬧到衙門里 您不該就這麼便宜了 王武 怎麼也得給我 轉五十 您把剛剛騰大班頭 剩下的二十五也算在我身上 總共七十五下 李大人正有火沒處仨 台階沒處下 心想 這一來正好 便大叫 你這叫自作自受 自己認打 好 來人 掌七十五 王武沒等牙醫過了 自己已經走到掌手架前 把大拇指往窟窿檐里一插 肩膀一抬 手心一挺 這就開打 啪啪啪啪 隨著早木板輪番落下 掌心一下一下高起來 跟著便是血肉橫飛 王武看著自己打爛的手掌 沒事 還樂 好像 飯館吃飯時端上來一疊鮮亮的爆三鮮 挨過了打 謝過了現大人 拨頭便走 把騰大班頭晾在大廳 試過一個月 騰大班頭說自己手腕壞了 拿不了刀 辭掉官差回了保定府 整隻混混一事 由此割下 沒人再提 天津味 小尊王武的故事 從此又多了一樁 解決了 三鷹 尼王武 感谢观看